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ham 歡迎你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和投資的知識 歡迎大家訂閱 今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YouTube Channel 種種的經歷過程 如果大家對這類影片有興趣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like去支持一下我 在這條影片我會首先講一下 當初開和利賺Channel 的原因 之後會再講一下這個Channel的轉捩點 然後再講一下我整片的過程 最後再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未來這個Channel的未來發展的方向 其實一開始成立和利賺Channel 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 因為我覺得身邊有不少跟我差不多年紀的朋友 對於理財投資這方面的知識 都是一知半解 而事實上這個現象都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普遍的中學甚至大行 都不會去特別教這方面的知識 但是當不營業會發現 其實理財投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問 而很多年輕人 當他們投入這個社會工作的時候 都會因為對投資理財是不熟悉的 而做了一些錯誤的投資選擇 是蒙受損失的 而因為本身我在大學是讀econom finance 再加上我在大學的時候已經有買股票 以及收看很多有關投資理財的資訊 所以我希望透過建立這個和利賺的頻道 去跟大家分享我的投資心得 希望給我多一個渠道給我和我一年多的人去收看 第二 一路以來熟悉我的朋友 都會知道我的性格是屬於比較內向一點的 比較內向一點的 而我當初去做這個頻道的時候 就希望做多一些影片 去練習一下我的表達能力和我的膽量 第三 因為疫情的關係 都令我多了很多時間留在家裡 所以就希望找些事情去搞 去打發一下時間 順便希望去做多一些影片 去賺一些額外的收入 但是當我做完第一部影片 我才發現原來這個頻道 是要充足1000個訂閱者和4000個小時的觀看時間 才可以有資格在YouTube開始賺廣告費的收入 我當時也沒有想太多 因為當時已經跟很多朋友說 我會開一個YouTube頻道 如果突然縮沙會很醜 再加上當時開這個YouTube頻道的主要目的 都不是想賺什麼大錢 所以就決定繼續 原先的計劃就是開這個YouTube頻道 其實回想起來 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 就因為在疫情期間 我才開始這個YouTube頻道 而很多人在這段期間 都經常留在家裡 變了會多了時間 在YouTube上看影片去打發時間 加上因為當時股市 受到疫情的影響非常波動 而且人流在家裡沒有什麼工作 變了很多人 就很有興趣去投入這個股票市場 都會在YouTube上搜尋 有關股票投資的影片去看 其實我最初做過兩三部影片的時候 除了我的朋友之外 都沒有什麼其他人會看 當時當然會有點灰心 但都預算了 始終我也是剛剛才開始起步 都要多些時間才會有其他人會看 但去到第五部影片的時候 頭兩三天都是二三百個視頻 跟之前的影片都差不多 但過了幾天之後 那些視頻就突然爆升 每天是多了一千多個視頻 可能因為我這條影片的主題都挺吸引 是說三隻跌士要買的股票 所以就引到這麼多人去看 但我在post這條影片的一刻 做夢都不會想到我的影片 可以有幾萬個視頻 雖然偶爾都會在YouTube上看到 一些負面的留言 當然收到的時候會有點不開心 但整體來說 大部份人的留言都很正面 對於我來說 這些留言真的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所以在這裡也很感謝大家對小弟的支持 都是給我很大的動力 做更多有關投資理財的影片給大家 以普遍一條八分鐘的影片來說 由寫稿開始 到將影片post到YouTube 前前後後 大約起碼要用十小時的時間 才完成 首先就是寫稿和做資料搜集 例如我去分析一間公司的股票的時候 除了會看公司的業績報告之外 也會看一些股評人對這間公司的評價 之後再綜合我 對這間公司的個人意見 去完成這份稿 要視乎這條影片的主題 但一般來說我都要用三至五個小時 才完成那份稿 寫完稿就要錄影 而錄影的時間 一般都是一個小時內的時間 就完成了 我現在用的錄影器材 也是很簡單的 包括我平時用開的iPhone7 一個60元的手機腳架 然後再駁一條200元的夾咪去收音 而燈光方面就是靠我房間裡的射燈 以及我的桌燈去做一個打燈 錄完影片之後 我會用iMovie去剪片 一般大約是用兩至三小時去剪 剪完之後還要加上中英文字幕 而我現在就是用CAPWIN這個網上剪片網站 去做中英文字幕 加字幕的工作都是非常繁複 因為每一句字幕都要吻合我影片說的東西 所以一般大約都要用三至四小時才完成 最後要設置YouTube影片的封面 之後再上載影片去YouTube 總括來說 每一條影片我大約要用十小時的時間才完成 平時上班之外 最要額外是整片確實不容易 但我覺得辛苦一點也是值得 就算不成功也好 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機會 以及所投入的投資金額也是幾百元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也很鼓勵大家 開一個YouTube頻道 去分享一下你的嗜好 我們和利益已經在幾方面擴充我們的營運 希望提供更多的理財投資資訊給大家 第一就是我們的Facebook和IG account 我們基本上逢星期一至五都會做一個post 去討論那天的焦點財經新聞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追蹤我們的IG和Facebook account 第二我們最近推出了一份免費的股市月報 有興趣的訂閱可以去到描述 按下Google Form Link 裏填你的名字和電郵地址 第三我們已經在出片方面加大力度 希望每星期推出兩套片給大家 而我們最新推出的系列就是 每週和理港一股 透過這個新系列 我們會每星期和大家分析一隻港股或美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和理益 我們以後會推出更多有用的資訊給大家 好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Lik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account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繼續和理益 下集時間